接著我們請吳建華先生施子山學會 是 麻煩主席 其實剛才聽了幾位朋友一直都說低樽的效用不太好 其實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來的 證明了其實很多香港的家庭不用靠低樽都可以過活得到 政府其實也可以順便取消這個計劃 由得市民真正正自己自力更新 還有低樽的計劃也有朋友說 我聽起來就好像申請有問題不公平 我舉一個例子 假設如果月入15,000元 同兩位可以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的父母住在一起 由於四月份掌樽就不會再計算入食裏 即是說到時候我家的家庭收入 就會是二萬零二百元 接著我還可以申請一個 在職津貼一千二百元最高的限額 即是當時我家的收入是二萬一千四百元 如果我住公屋 公屋平均的租金就是一千八百八十元 我再扣了五百元的燈油和火納 即是我一個月的家庭收入是一萬九千一百元 但是如果我不是住公屋 而是住外面私樓 平均一個月大概七千元月租 即是說我家裡只剩下一萬三千九百元 那這些是否叫公平 所以我認為如果真的要公平的話 在職家庭津貼其實是應該 政府要將公屋的租金和外面市面的租金 做一個計算 因為公屋本身都是一個福利 然後將那個差額計算 賣入家庭的月入收入 這樣才對外面租住私樓的基層公平 甚至乎其實應該是住公屋的住戶 是不可以申請在職家庭津貼 還有長者生活津貼 以及接下來特首之前在施政報告說 免審查交通津貼 其實也都應該算在那個入食裏面 這樣才不會去花冤枉錢 去為這個社會製造更多的不公平 亦都可以令到私樓的基層 不會更加疾到一些享盡社會福利的人 社會才可以更加和諧一些 謝謝主席 好 麻煩你了